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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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记者在一个法报会上 见到政协常委何柱国 当然一定会去追访一下他 因为事关日前何柱国在商业电台《光明顶》的节目里 狠批特首林郑月娥 还说曾经警告过林太 你修订逃犯条例会招致美国制裁香港 还批评他自把自为 令香港受制裁 一向高调论证的何柱国突然间 撞鬼了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不愿意去回应记者任何的问题 可以说得上是十问就不应 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追访者大多数都只会说一声 不好意思 今天我没有什么可以发表的 接着就会转身走去 但是他又没有这样做 他又没有转身走去 反而是很愿意留下脚步 和记者游下花园 还变成了一个笑象 变成了一个搞笑大师 不断重复说 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再说了 还刻意去扮特首林太 斩眼的动作 还和记者说 你的眼睛要斩多一点才行 射你的眼睛要斩多一点 我斩得够不够 知道他吗 非常明显 何处国绝对是 刻意不回应记者的问题 记者追问他 你有没有觉得 林太真的有虚心聆听你的意见 何处国搞笑地回应记者 我现在在虚心听你们记者的意见 至于林太在施政上 还有什么需要改善的议题上 他的回应就是 我每天都在改善自己 还和记者说 别教了 你玩不过我 他真的当了这场是游戏 其实除了何处国之外 政协副主席 兼前任特首梁振英 对林太的施政都很有意见 但林太就把梁先生 视之为KOL Key Opinion Leader 意见领袖 他说 见记者说 林太没有评论过梁先生的说话 但对何先生的回应很不同 林太的回应就是 我会虚心聆听各方的意见 当记者提出这两个 这么洁言不同的回应的时候 何处国就扮自己 不知道什么叫KOL 什么叫KOL 我不知道什么叫KOL 还声称自己 KOL 我是林太KOL 又说 不会回答梁振英 想做特首这件事 他叫记者 你自己问他 不要问我了 我不会回答这些了 今年3月 何处国就说过 如果林太再参选特首的话 他一定会参选 为了什么呢 目的就是要找一个机会 跟林太来一场大辩论 当被问及 你现在是不是仍然想参选 何先生 何处国就说 遲些再回答你 不过我会支持所有居住满七年 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市民 参选特首 你们去吧 你们去吧 我会陪你们参选 我陪你们 整个过程 真是可以用牛头 打不打马嘴来形容 整个对答充满周星馳式的 无厘头文化 何处国 今次又被我们欣赏到 他风趣和幽默的一面 整个过程 简直精彩过 TVB的开心大众艺 这个节目 正如我先前所说 何先生其实是可以避开记者的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反而是显得非常享受 和记者交流的过程 我主观感觉 就是何先生想发放一个讯息 他不是不愿意 或者不想再和记者评论 政治或者打交道 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他暂时不太方便再评论 极有可能是收到一些 要他先收着声音的指示 上面那些对答 也可以说 是他对发出这些指示的人 交了功课 我做了 我已经尽量不避开 回答这些问题 还表达出一种讯息 就是记者就是这么喜欢追问我 这个不是我的选择 我已经尽量了 我已经尽量了 回避不说了 但是他们真的不会轻轻地放过我 何主角的声音 真的可以控制得到 但是梁振英的声音 就难点按得住了 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张智哥 他是一位著名的梁粉 他在《明报》写了篇文 批评本届政府 搞了这个土地大辩论的时候的公开咨询 完全是用错了办法 批评政府咨询的时候 被市民提供的那张所谓点心子 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点心子 因为一般点心子里面的 虾饺、烧米、叉烧包 大家都一清二楚 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土地辩论那张所谓点心子 每一行后面都有一大堆元素 既深扯广 而且是非常技术性 一般市民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得到 张智哥又指出 面对现况市民只知道自己肚饿 要尽快填土 但是政府在这个土地大辩论 做了一个南北点心儿童的专题 更惨的是 叫市民提供点心子后 等了三年都没有点心供应 走楼部长还要改变一句 点心供应 不在乎快慢 张智哥声称 过去几个星期 凡是遇到一些有熟悉工程的人士 都会请教一下他们 明日大雨这个计划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十三年之内搞成 他收到的答案 就几乎一致都认为 不可能 他就质疑了 香港人如果在十几年之后 才发现明日大雨这个计划 其实只是横蓝岛灯塔的两栋楼房 你说叫香港人 又有什么感想呢 他还说 这个大概是梅艳芳 名曲 《似水榴莲钟》的几句 我和大家唱出来了 望着海一片 满怀眷 无泪也无烟 听下去 周志光有似乎说得挺道题 看来 我会友们 这些人 他一句 不过去 我看来 你会有什么事 是 他就不明白 我看来 他就知道 有什么事 是 如果你会有什么事 他会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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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